这个六尘境界又何尝不是一年尽子 我曾经跟诸位说过很多遍 我从很年轻的时候 以前还在工作没出家之前 每一天都看看报纸 我看报纸跟别人不一样 别人留心什么新闻呢 什么报纸里一些那报道的 我每天留意的是复文 我看这个 天天看复文 每一天哪些人过世了 有年大年岁大的有年轻的 我喜欢看这些东西 看这些东西有个警惕 他们你看今天走这么多 明天又走那么多 看看将来轮到我自己了 阴光大使 教导学人 把十字贴在恶头 天天看到这个十字 我就快要死了 我死了以后到哪里去 我在没有学佛之前 我就有这个警觉性 人只将死 其因也善了 何必还跟人过不去呢 何必还要计较呢 何必还要造业呢 那么这个是从这一方面来观察呢 我还有这一点善根 所以在这一生当中 无论是学佛之前 学佛之后 我齐心动念 言语造作 物业少了 我希望在这一生当中 真正会做到 这个物业通通都没有了 我的目标是心地纯净 言行纯善 我走这个路子 我知道 一个人在一生当中 能够得到一天 得到两天 得到七天 心地纯善 纯净 这是无量功德 这个才是真实的 是带得走的 这个事出世间 一切法 没有一样 你能带得走 佛法里都说的 万般将不去 唯有业随身 我们不能不留意 所以贫苦 这两个字 我们一定要落实在 道德 智慧 我们的道德 非常贫乏 我们的智慧 非常贫穷 所以你才会随身烦恼 吸气 跟一切众生 横截我远 等念冤情 不念旧我 不增我人 这三句是化解内在与外在冲突的不二法门 也是一个真正修行 亲近平等觉 最高的指导原则 聪明人 有智慧的 有智慧的人 他的 把自己的亲近平等觉就变成一切众生不善 卧夜的落色捅了 你说这个人哪里会有智慧 这就愚痴到了极处 所以聪明人 决定不会把别人 不善 这个 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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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阴神 六根不接触我的境界 世出世间圣人都是这样教导我们的 这三句是总纲灵 总原则 我们看到这一切不善的行丝 我们立刻就远离 听到不善的阴神 我们也立刻就把它止住 不要把这些东西放在心上 放在心上变成自己的心形不见不善 我要修觉真尽 那要到什么时候才能成就 这些事情就在我们生活的周边 时时刻刻要知道防范 要提高警觉 这都叫觉知 觉悟 请看底下一段经文 第七觉悟 无欲过悟 虽为素人 不然是乐 我们就念这个一句 五是标明的五种 这就是平常一般人讲的财 四 明 识 税 中国人常讲 其情无欲 这都不是自信的本句 换一句话说 真心 自信里面没有七情无欲 七情无欲是虚妄的 七情是喜 欢喜 怒 是愤怒 爱 是悲哀 乐 我们一般讲快乐 这些东西都是感情的冲动 是烦恼 习气的现象 往往一般人无法控制 这种情绪必须让他发作 但是发作要有节度 古时候 圣贤人 教化众生 知道众生 无量借来 再生死轮回 都有严重的 七情 五欲 这些烦恼 习气 只有大圣 大喜 他们有长时间的修养 把这个烦恼 习气断掉了 普通人 这些东西没有断掉 那发作的时候也应当让他发作 但是告诉他有个节度 不要过分 过分是错无了 过去我们在新加坡 新加坡有一位 新加坡 我们下期再见